轻薄笔记本玩3A大作 有多少人知道老黄悄悄发布了RTX2050显卡 想不到吧 2022年还有新款20系显卡诞生 你肯定很感兴趣它的性能咋样 今天我们拿到了这台 搭载i5-12500H加2050显卡的轻薄笔记本 荣耀MagicBook 14 如果你既想要玩游戏 又想要续航和轻薄度 那么相信它会给你带来不错的选购答案 12500H自然不用多说 游戏本上的常客 但配到轻薄笔记本还是挺新鲜的 12和16线程的规格 应付游戏专业软件不是问题 2050显卡的存在 用来给它提供酷打加速 所以理论上它的专业性能和游戏性能 要比搭载核显的轻薄笔记本好很多 有趣的地方来了 2050虽然带着20系马甲 但它确实是30系安培架构 采用了3050同款GA107核心 仅在显存部分做的阉割 实际跑分下和桌面的GTX10606G性能相仿 可以流畅运行主流网游 以及中画质3A大作 对于一款轻薄笔记本 这样的表现我个人挺满意的 另外别看它的机身重量不到1.6千克 电池给的还不小 75瓦时 基本轻度用 一天完全OK 14英寸2.1K全面屏 色彩细腻度不错 遗憾的是 没有上了90赫兹的高刷 不然直接起飞 目前这台2050显卡的荣耀MagicBook14 不到6千就可以入手 中等预算需要轻薄 并且还需要中度游戏的讽刺 可以考虑入手的